好啦 鄉親啊 杭州阿雯 各團回來好好照顧 越煮體操 平行勃的掛施 台灣的好手 丁華田 體貨就當白 現場總統要請人在杭州的體育主帽 藝文 跟我們報到 藝文請說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人在杭州的黃農體育館 在體操項目 我們再度的拿下了一面獎牌 就是20歲的體操選手丁華田 他在平行勃的項目 是拿下了銅牌 以難度分5.6分 執行分7.700分 總分13.300分 摘下銅牌 其實丁華田發揮得非常好 他跳完之後下來 其實也鎮臂歡呼 並且跟蔡仁鎮教練聊天 在日本的鋼村真正 長西競給超越了 後來我們其實有提出申訴 但是最後結果沒有變 那丁華田其實在資格賽 他是以第一名晉級的 不過很可惜在決賽 是摘下了銅牌 那其實講到丁華田 最知名的就是他在2019年的 世界杯自創的動作 叮叮跳 被國際的體操總會認證 並且將這個動作以他的名字 來命名作為叮叮跳 成為台灣的第一人 那這次他也在亞運 為我國拿下了一面銅牌 其實今年的亞運體操項目 前面男團已經先獲得了 團體銅牌了 那麼安馬王子李志凱的 他也在這裡亞運 獲得了安馬二連霸拿下了金牌 那目前體操項目 是進帳了三面的獎牌 那麼以上就是亞運特派小組 在杭州的採訪報導 把時間還給同內台北主播 哈囉 我是林同沛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 新聞資訊或是體談動態嗎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